2022年11月1日,大脚星集团《光、爱和能量的世界》传导Maryland Raphael A,译者扬声传导 欢迎亲爱的伊曼,我们再次希望你们知道,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我们经常重复这一点,因为面对如此多的全球性和个人问题,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 旧的但活跃的能量口袋继续在各个层面浮出水面,以供观察和清理 许多你们认为会一直保持不变的东西正在改变形态,甚至正在溶解 这是因为,作为灵性进化的结果,形式显现的意识正在发生变化 地球从来没有想过要沉入现实的致密和催眠状态 灵魂选择体验分离,但迷失在看似真实的现实中,让它成为他们的意识状态 让他们接受操控,分离的实验诀不意味着演化成它所形成的秘籍的,硬化的三维信仰体系 永远记住,你们不是有意识的身体,而是有意识的物质身体 这是你们自己为这一生选择的 那些与生俱来或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一个不完美身体的人 意识到并选择了在化身之前拥有这个身体的经历 无论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学习,还是父母或其他人的学习 对于那些完全生活在分离意识中的人来说 生活经历通常是二元性和分离的随机表现 然而,一旦一个人从一种意识状态开始生活 与他们的高我越来越一致 那么随机或偶然的事情就很少了 然后,当我开始提供灵性成长和进化所必须的经验 学会更深入地审视你们的所有人生经历 认识到在你们的指导者的帮助下 你们自己在化身前选择了父母、性别、所需经、力和家庭动态 一个灵魂经常选择化身到一个家庭中 这个家庭将为他们提供机会来体验和重新启动一些旧的能量 这些旧的能量是他们在许多前世所携带和遭受的 但现在已经准备好永久清除 这在虐待、僵化的宗教信仰或传统 以及酗酒或滥用药物的家庭动态中往往是真实的 要知道,在每一种情况下 都会发生比表面所证明的更多的事情 身体的疼痛和痛苦总是表明能量密集、保持活跃 它可能与对衰老和退化的信念能量一样普通 也可能只是身体细胞对前世损伤或疾病的记忆和表达 在你们安静的时间里 陈述你们的意愿 温和而轻松地清除与你们可能正在经历的特定问题相关的所有旧能量 以便已经存在的现实得以显现 旧能量的浮现通常会让人通过三维解决方案寻求解脱 要知道这些都是临时的 因为它们只会修剪幻觉树的枝条而不会破坏树根 在根基基础信念被移除之前 问题将以某种形式继续显现 你们已经准备好并准备好移除根基 更深入寻求指导并表明你们的意图已完全清除所有剩余的誓言 承诺誓言以及来自过去个人行为的任何剩余能量因果报应 大量的旧能量 例如在同一信仰体系中生活了很多辈子 尤其是某一特定宗教的旧能量通常会逐渐清除 并且需要更长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们发现某些问题在你们认为自己已经超越它们之后再次出现 不要气馁或认为自己失败了 不要对轻易经验感到气馁或沮丧 因为它们预示着灵性进化和进入新的意识状态 学会笑对那些荒唐的情况 这些情况往往会给我们带来一种舒适而熟悉的生活方式 即使它们在身体、情感、心理甚至灵魂上感到不舒服 也要把它们看作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 永远记住 你们自愿在地球上度过这段时间 并意识到这很可能意味着什么 相信你们是正确的 你们需要体验你们需要体验的东西 尽管在三维世界中 事情看起来是多么的复杂 地球是一个灵性的宇宙 只有上帝的子女居住 相信它是任何其他东西都构成了物质感的幻觉 你们来到了光、爱和能量的世界 这是转变和提升一个集体意识所必须的 这个集体意识被困在二元性、分离和两种力量的幻觉中 但它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在拼命寻找出路 所有意识层次上的灵魂 都寻求了解和体验它们存在的现实 尽管到目前未知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这一点 宽恕自我是爱的一个强有力的方面 必须作为清除过程的一部分加以综合 当人们用心的、开明的眼光看待过去的行为时 它会而且经常会带来罪恶感和自我厌恶 要明白,每个人都只能通过他们达到的意识状态生活和行动 原谅并爱自己 因为你们意识到在你们之前的意识状态中 你们可能说过的话或采取的行动是你们当时能做的最好的 如果有人引导,要做出补偿 但不要把时间花在后悔和内疚上 因为这些都是反映于真实自我分离的负面情绪 对分离的信念是世界上每一种消极行位的基础 如果你们认为你们以某种管道伤害的人在另一边 你们仍然可以和他们说话 给他们爱和光 如果他们还处于身体状态 你们可以请求他们原谅 或者和他们谈谈发生的事情 但如果他们不接受 那就继续默默地 秘密地做这件事 花太多的时间在一些旧的事件上 这可能是为了交两者 这只会给错觉新增能量 爱是一切事物的关键 因为爱,一个神圣意识的实现 上帝将自己表达为众多 是唯一的现实 爱不是一种行动 它是一种意识状态 表现为行动 但必须包含一个人的自我 因为一个自我怎么可能存在寓意之外 不要用可接受性 价值和价值的三维概念来评判自己 你们必须开始将自己包含在意中 否则你们将保持在分离信仰的旧能量中 每个人都犯过错误 做过伤害他人的事情 但这就是进化之旅的工作方式 你们已经从你们曾经拥有的 基于幻觉的意识状态中前进 学习将自我视为自我是一个优先事项 因为如果你们拒绝接受你们在意中的位置 你们将无法为任何神的表达而做到这一点 知晓 接受病程为爱的化身 因为没有别的存在